男人正在为同伴讲解如何野外求生 却不知自己早已被河马给死死盯上 同伴们还没反应过呢 胖子就已经被河马当成了饭后沉点 只是不到三秒钟的时间 三百斤的胖子就只剩下一顶不到三斤的帽子 奇怪的是天空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声响 刚刚那个胖子竟然直接从万米高空掉了下来 一脸蒙圈的胖子还没来得及反应 只见身后突然出现一只庞然大物 朝着他们疯狂追来 而他们并不知道的是 一场更加惊险的森林冒险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就在那生死关头 一辆越野车突然停靠在他们面前 虽然几人还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 但目前赶紧离开这里逃命才是关键 殊不知开车的大叔对几人的身份信息了如指掌 大叔声称这个名叫尤曼吉的原始森林 正在处于生死存亡之际 目前唯有他们几人才能破解诅咒带领大家走向光明 原来就在几年前 一个军阀带着雇佣兵以探险队为由 他们深入丛林找到了那个古老又神秘的美洲豹神像 殊不知他真正的目的竟然是夺取神像中央的守护宝石 传说拿到宝石的人就能获得控制整个森林动物的能力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持有这颗宝石的人也终将会被他的黑暗力量所诅咒 导游大叔实在不忍心看着整个游曼吉森林涂炭 他趁着军阀沉睡之际 将那颗宝石给偷偷拿走 发现宝石被拖的军阀非常愤怒 他发誓要将盗取宝石的小偷千刀乱挂 大叔说完就掏出宝石塞到了一脸猛逼的强哥怀里 他非常坚信眼前的胆小四人组一定就是拯救游曼吉的英雄人物 临走之前大叔将手中地图交给了强哥 然后便开着欢乐小忌土凉长而去 强哥无意间发现 只要按压胸部上方的大块肌肉 前方就会立即凭空出现一台文字说明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这个人物的技能特点以及人物弱点 直到这时他们才发现自己竟然身处游戏之中 原来就在刚刚 几名学渣在学校的仓库之中发现一台神秘的游戏机 原本还以为是小霸王学习机的几人本想趁此机会消遣一把 可万万没想到他们刚刚选好角色 屏幕中就冒出了一组奇怪的画面 就当他们满怀期待的准备开始的时候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游戏机上的警示电源开始不断闪烁 伴随着空气中突然开始弥漫起原始森林的味道 几人的身体也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逐渐化成尘埃 然后被那台游戏机吸入其中 一个超级真实的世界瞬间就陷在他们眼前 现实中无比瘦弱的技术宅男四冰赛 此时竟然变成了异常强壮的勇士博士 原本身高2米03的体育剑将大飞同学 现在却变成了身高仅有1米32的 那个漂亮小花 他竟然变成了一个中年油腻的地理学教授 从游戏开始的那一刻 每个人的手腕上都有着三条若银若仙的印记 但现在的他们并不知道这三条纲到底意味着什么 不仅如此 他们必须顺着任务线索相互利用各自特长去完成各种关卡 将那个绿色宝石重新镶嵌在每周爆石箱上面 不然的话他们几人就会被永远留在游戏机中无法回到现实世界 地图上明确标注着第一道关卡就是刚当的河妈 而第二道任务的提示地点竟然就在他们脚下 几人还没反应过来 突然一发导弹从几人眼前穿了过去 原来是军阀的士兵已然盯上了他们 眼看成百上千的机车党马上将几人团团包围 强哥回头这才发现队友早就已经跑出很远很远 眼看着摩托车的火力极为凶猛 强哥突然发现自己居然可以剑步如飞 他只需稍微用力就能轻松超越队友 经常被人追的都知道 你根本不需要比敌人跑得快 只要比身边的队友快就可以了 眼看他们即将被敌人追上 关键时刻辣妹直接激发了体内的功夫技能 虽然小黑跑得慢 但是他的背包里却放着各式各样的衬手武器 就像这把做工精美的回旋镖 只需轻轻丢向敌人 他就能自动寻找目标将对方全部揭灭 为了弥补小黑腿短跑得慢的弱点 强哥直接背起小黑一路狂奔 可就在那关键时刻却再次出现意外 面对着前方的万丈悬崖 辣妹二话不说直接跳了下去 无奈之下强哥也只能带着小黑一起跳了下来 所幸这是在游戏世界 角色人物对于跳水方面基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可唯独辣妹却感到胸口前方一阵剧痛 原来是刚刚他在逃跑过程中不幸被榴弹击中 只是那一瞬间辣妹就突然消失 这一幕也让身边队友感到无法接受 然而下一秒 天上果然再次响起了熟悉的声音 辣妹和刚刚的胖子一样从天上掉了下来 事情就像强哥想象的那样 一旦角色死亡 手腕上的印记就会消失一条 直到三条幸运全部终结 那么玩家不仅会在游戏之中消失 他也会永远的留在这里无法回到现实世界 胖子之前被河马失掉 他也同样只剩下了两条杠 现在他们唯一能做的就只有尽快完成任务离开这个鬼地方 此人按照地图的指引来到了当地世界 这里除了热闹以外还有非常多的美食 胖子无法抵抗面包的用 他一路小跑步去拿起来就吃 小黑看到胖子吃得那么开心 他也拿起面包大口地吃了起来 可吃了一半他才想到自己角色弱点正是手中的蛋糕 看着自己平安无事的样子 小黑还不禁向强哥调侃自己的弱点 殊不知下一秒他就当场炸成了渣渣灰 小黑刚刚成功复活 一个小男孩就跑过来 Dr. Bravestone 谢谢你来的 Jumanji需要你 看来这个孩子就是这次任务的关键人员 在小男孩的带领下 几人来到一个非常奇怪的房间 而房间的正中央规规矩矩地摆放着一个神秘的容器 男孩告诉四人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你需要的 是在桌子 一种犯规短 你都在一架 相信其他人 并且永远尝尝尝 这些失败的关键 你不认为 什么 好幸福 英雄 Jumanji需要你 我们知道 孩子说完便神色慌张地离开了这里 看着眼前的这个神秘篮子 就算是个傻子都知道里面藏着什么 为了能完成任务 强哥独自一人壮的胆子走到了篮子后面 他缓缓地打开盖子 正如大家想象的那样 里面果然是一条说大的黑漫巴毒水 吓得强哥赶紧扣住篮子 关键时刻 强哥想到了老师曾经教过的野营知识 当在野外遇到响尾蛇时 只要你双眼瞪着他 毒蛇便会一动不动 胖子按照强哥的要求跪在地上 等着和黑漫巴来一场真正的瞪眼比赛 可谁知关键时刻 黑漫巴不按炮路出牌 幸亏强哥眼几手快一把将他抓住 眼看毒蛇已被控制 作为动物专家的小黑 这才敢走上前来 将黑漫巴那两颗锋利的毒鸭 虽然他们不知道 为什么游戏设定 要在任务篮中放条毒蛇 但这也是几人 第一次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力量 胖子在篮子中发现一个黄色包裹 里面装着大象图腾一样的东西 并且纸上还写着一行小字 几人还没搞清楚 这个任务到底有何含义的时候 军阀的巡逻士兵 就在人群中发现了他们 面对着前后士兵的围追堵截 强哥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他只能不断警告眼前的胡子大叔 这套组合拳下来 就连强哥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这下强哥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他越打越猛越战越勇 强哥矫健的伸手 甚至就连飞来的暗器都能徒手接得住 此时的他就犹如天神附体 那沙包大的拳头一拳一个小朋友 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将这些大头士兵悉数消灭 然而在快的拳头也挡不住军阀的子弹 眼看对方来者不善 就当他们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一颗烟雾弹突然从你旁丢了过来 只见一个猛面少年 快速带着他们躲进了秘密隧道 看着他对这里的机关如此熟悉 再加上他像个正常人一样 可以和几人沟通 大家难免对他的身份产生怀疑 可就当少年说出自己名字的时候 这可把当场几人全都震惊 原来就在20年前 亚历克斯的父亲在沙滩上 发现一个名为勇敢者的游戏棋盘 他将这个神秘的棋盘 当作礼物送给了爱玩游戏的亚历克斯 然而对于这种老旧的棋盘游戏 亚历克斯却并不感兴趣 他随手将棋盘放到一旁 继续玩起了电子游戏 殊不知这天夜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熟睡中的亚历克斯被一阵奇妙的鼓声惊醒 当他再次打开那个棋盘的时候 他竟然自动变成了那个年代最流行的卡带游戏 亚历克斯好奇地将他装进游戏机 随后屋内就传来一道耀眼的绿光 从这天开始亚历克斯从小正消失不见 父亲在这栋房子里浑浑噩噩地等待了26年 为了不赌无私人 他干脆将儿子的游戏机也捐给了学校 谁知机缘巧合之下 让他们几个也困在了游戏之中 但现在问题是亚历克斯也仅仅只剩下最后一条幸运 稍有不慎他将永远被困在游戏里面 因此这26年来他只能在这丛林之中苟延残喘 现在有了新伙伴的加入 这也让亚历克斯重新找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目前游戏中的五个角色终于到齐 要想前去每周报峡谷 那就必须去前面的仓库中抢夺一台直升机作为交通工具 可仓库门外有能为把守 他们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只有用美人计 辣妹负责到前方吸引安保注意 而其余队员则从后面偷偷地剪开铁丝网 正如他们想象的那样 这个仓库拥有着他们能想到的所有武器装备 虽然辣妹独自一人就解决了保安 但军阀的士兵也很快包围整个仓库 就在那关键时刻 一架直升机从里面破门而出 作为飞行员的亚历克斯带着同伴们一起飞向天空 无奈敌人的机枪实在过于强大 一发榴弹不偏不已刚好击中了飞机的螺旋桨 可怜的几个人还没飞出多远 就只能随着失控的飞机一起掉入深渊峡谷 幸运的是亚历克斯在那关键时刻死死地握住了方向感 这才勉强能让飞机低空贴地飞行 然而更让人意外的是 这个地方就是传说中的犀牛谷 随着一阵阵战鼓声响彻天空 峡谷中突然出现一群狂暴的白犀牛朝着他们冲了过来 紧要关头强哥只能爬上飞机徒手修理损坏的螺旋桨 面对着身后犀牛的不断撞击 强哥终于成功将螺旋桨被修好 亚历克斯一个紧急拉伸瞬间让他们贴着悬崖逃了出来 不料小黑一个没抓稳 那颗宝石从背包中不慎掉了出来 看着身边队友那么开心 小黑的心里简直慌得一批 这下可彻底玩独走 无奈之下他们几人只能重新掉头返回峡谷 去寻找那颗最关键的绿宝石 那颗宝石就好像有着魔力一般 致使峡谷中央的那群狂暴白犀牛将他围在中间 此时要想前去拿到宝石那简直就是送死 聪明的强哥看着小黑的手里还有两条姓名 这一操作也是迫于无奈 看着小黑那惊恐的表情就知道他现在有多么绝望 只见他二话不说扭头就跑 强哥趁此机会跳下飞机 轻轻松松地拿回了绿宝石 而后面的小黑可就惨了 毕竟他那每小时二十麦的速度 根本跑不过后面狂暴的白犀牛 人们亲眼看着小黑被犀牛踩成了渣渣灰 就在小黑重生的那一瞬间被强哥死死抓住 原来这就是强哥的计划 但他唯一没想到的就是小黑那颗受伤的心 虽然这一幕给小黑留下了非常大的心理阴影 不过好在他们很快就找到了美洲狮神像 眼看成功就在眼前 现在只需要将宝石放回石像之中 几人就可以完美通关返回现实世界 殊不知他们做的一切都在军阀的控制之中 地图上明确显示这条幽暗的密林小道 就是通往石像的唯一道路 可其他人见状总是感到隐隐不安 毕竟成功的道路绝不可能如此简单 强哥为了保险起见 他决定独自一人拿着宝石前去冒险 随着强哥拿到宝石的那一刻 道路两旁的火把突然亮起 仿佛就是在为他指引方向 就在这时胖子发现了一旁的石像 既然前方的光宁大道是个埋伏 那游戏指引的攀爬石像 应该就是这次冒险的最后一关 强哥二话不说朝着美洲狮神像快速攀爬 但他却不知道这棵上万年的大龙树上 也是那样危机四伏 强哥真是万万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以这种方式跌落地面 而下一秒 其他人这才发现 刚刚地图上明确标注的守护者 就是眼前的美洲豹 随着一声清退的声响 强哥再次重生强势归来 但现在他就只剩下最后一条性命 再怎么勇敢的人在面对死亡时 都会产生恐惧心灵 I can't do this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can't do this Okay who am I kidding? I'm not some adventurer I'm not actually brave Spenser I just saw you hanging out of the helicopter It's a lot easier to be brave when you have lives to spare It's a lot harder when you only have one life We always only have one life man Okay that's That's all we get That's how it works The question is How are you going to live it? Which guy are you going to decide to be? 小黑的这方法彻底激发了强哥那无谓的勇敢 而此时大批量的敌人也朝着他们这边快速赶回来 几个人决定用分头行动的方法来掩护强哥完成最后的使命 辣妹负责挡住那些机车士兵 亚利克斯负责吸引那群美洲豹 可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不是这群动物的对手 眼看身后美洲豹正在玩命室的疯狂追赶 现在只能想办法去甩掉这几个碍事的家伙 强哥点燃了摩托上的喷火枪 他利用那吃热的火焰将美洲豹困在原地 没有了他们的干扰 强哥就可以一路狂奔直冲神像 就当他想要一口做气直登石像的时候 却发现军阀正拿枪指着胖子挡在他的眼前 Give me the jewel while your friend dies 面对着前方那凶狠的美洲豹 他们起源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 I can't do that Five Four 原来他们几个只是吸引地方火力的人 真正拿着宝石的人竟然是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小黑 就当大家全都束手无策的时候 小黑竟然骑着大象冲了出来 纵使豹子如何强大也不可能对大象造成任何伤害 可没想到由于大象被手枪惊吓 宝石再次从小黑的手里飞了出去 胖子趁此机会开始痛点军阀 身手敏捷的辣妹负责前去拿回宝石 而强哥则骑着摩托朝着美洲市市向快速冲去 可哪曾想当他找到宝石的时候 一股寒意瞬间涌上心头 地上成百上千只毒蛇将那颗宝石围在中间 辣妹好不容易躲过毒蛇捡到宝石 他这才意识到想要离开那简直是难如登天 就在那危机时刻 强哥也即将登上山顶 原来这一切都在辣妹的计划之中 只见他一脚踩在毒蛇身上将他激怒 辣妹的弱点此时竟然成了他最大的优点 重生的辣妹带着宝石从天而降 此时强哥正好骑着摩托冲到山顶 他将绳索高高挂在石像上方 然后在空中为大家表演了一个超级接力 两个人的配合简直堪称完美 那颗绿色宝石也终于被再次镶嵌在了 美洲石石像中央 一股强大的力量横扫整片丛林 将那些邪恶力量全部都打回原形 游戏世界再次回归成了宁静祥和的模样 蓝天白云也重新回归这片美丽的原始森林 就在这时 游戏开始时的那个指引大叔开着小吉普前来恭喜他们 这也就意味着几人的冒险 在这一刻即将结束 随着大叔的道别 亚历克斯化作一缕青烟返回到现实世界 其他人也在恋恋不舍之中 离开了这片充满惊险的原始森林 这一切就像是做梦一样 在游戏中经历了无数次生死 他们几人在现实生活的友情也变得更加坚定 就当他们前去寻找亚历克斯的时候 这才发现昨天还破败不堪的那个鬼屋 现在竟然变得焕然一新 原来通关后的亚历克斯被传送回了26年前 现在的他不仅仅有了自己的家庭 还有着两个可爱的孩子 只是那不经意间的回头 他瞬间就认出了眼前的几个年轻人 正是当初和他患难与共的队友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和伙伴一起 做出更有意义的事情 然而生活只有一次 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 每时每刻那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